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莫雷甚至在季后赛的比赛中,什么战术体系都已经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,巨星的个人发挥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。 所以在北京时间8月14日,休斯段火箭正式宣布,签下全明星小前锋安东尼。 据悉,安东尼与火箭签下的是一份一年240万美元的底薪合同。 安东尼是03黄金一代的代表人物,也是联盟中最出色的得分手之一。 出色的身体素质和全面的技术能力,让他可以在内外线,都能给予对手杀伤。 出色的低位被打能力更是他的招牌,对于安东尼来讲,他的实力如何我们有目共睹,但是更多人愿意把他当成是阿里扎的替代者,总是希望他能像阿里扎那样的防守。 这在本质上就是错误的,因为没有任何一支球队眼镜安东尼,是因为看中他的防守能力的。 想依靠火箭整体的防守体系去,迷惑安东尼防守不足,这无疑是有点诗人说梦,要知道雷霆队拥有更为强悍的防守球员,但是整个赛季都没有找到不少安东尼的漏洞。 聪明的莫雷绝对不会重蹈旧折,因为他知道与其勉强安东尼,在防守有突飞猛进的剑步,不如也尽一名防守汉将来帮助他。 目前在交易市场的防守汉将并不少,根据著名篮球记者Chris Carter的消息,莫雷计划纵走安德森并加上选秀权换取黄蜂汉将吉尔克里斯特。 吉尔克里斯特已经被黄蜂总经理顾普倩克摆上了货架,从他们今年夏天的操作来看,黄蜂正在为重建积累选秀权。 25岁的吉尔克里斯特属于身高低长的运动型侧翼球员,有着惊人的身体素质,并且完全不缺乏对抗能力,加上他的快顾笑火惊人,这一点非常合适得安东尼的战术体系。 不过最近莫雷看重的就是吉尔克里斯特可以从2号位防到4号位,这是恩尼斯三世,格林等人可以披抵的,毫无疑问,吉尔克里斯特能够帮助火箭补上球队最后一块拼图。 在这里的吉尔克里斯特能够帮助火箭补上球员,这一点非常合适的,毫无疑问,吉尔克里斯特能够帮助火箭补上球员, 但举些鼻咨猜店的美好帮助火箭本就分享牛副处箭所差的气色рав Co that's ? 感谢观看